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水中有氧运动在澳大利亚是越来越是欢迎 甚至在一些农村地区也是非常的流行 以此来锻炼和保持身心的健康 水下运动是一项新型的有氧健身运动 同时也是一种人们为了促进身心健康 在水下进行的锻炼活动 其具有很高的强身健体 康复医疗的作用 在澳大利亚每天就有许多人参加水中有氧运动课程 以锻炼他们的身心健康 据改水中运动中心负责人表示 水中有氧运动课程的报名人数一直走步上升 目前澳大利亚有近80%的水上设施 和游泳学校都开设了该课程 从增强肌肉改善平衡到建立健康的心脏 水中游泳运动有许多潜在的益处 专家表示这些好处不仅仅是身体上的 也有益于心理健康 据当地教练表示 水中游泳运动也不仅是大城市的主打项目 越来越多地区的居民开始报名参加课程 而许多游泳中心也变得难以满足民众的需求 而一些患有关节炎的学员 每日新闻全力报道 每日新闻全力报道